207对称造型实体 那等角式图是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from面看到的图形 所以我们先画这一个 所以点选草绘 from平面 草绘 然后给中心线 点选直线 开始会出刚才那个形状 然后这边给圆弧 然后删除中间这一段 完了之后呢 我们用法向 第一个 这个的长度 第二个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这个的长度 然后这个点到这条线的距离 这个线到中心点 线到线 各点一次 所以这边的距离 然后还有半径 半径 这边 好 完了之后 选起来 按右键 修改 把再生拿掉 这个是50 100 然后这边是100 300 200 半径是 60 好 打购 好 完了之后呢 选起来之后做镜像 打购 好 然后 Ctrl D 做隐身 好 那隐身的距离呢 是 150 所以这边选择对称打150 打购 好 完毕之后我们画这一个 画这一个 来 那这一个呢 一样草绘 选择right面 草绘 好 点选参照 上面这一条 这边这一条 还有这一条 关闭 然后平面显示关掉 选择直线 从这个点 绘到这里 再连到这里 再连回来 好 然后点选法向 这个点到这个边 的距离 好 那这边是10 好 打购 好 然后呢 这边 抱歉 这边编辑定义这里 选起来 做镜像 好 再做一次 选起 选起来之后 做镜像 好 那刚才因为 这边没有办法做事 因为没有给中心线 所以我再补一条 中心线 好 重新选一次 好 镜像 好 确定 好 那这时候呢 Ctrl D 好 做隐身 一样 好 好 然后这里 这里做 对称 然后这边是200 好 选择除料 反向 好 确定 好 然后这里呢 半径是50的元 所以这里 草惠 特别 扩面 草惠 好 参照这四个点 关闭啊 画园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半径50 直径就是100 直径就是100 来 来 这边 四个元都一样了 那你要如果要一样就这边 这里等你这里就好了 OK 那不改没关系了 确定 好 然后 Ctrl D 好 做隐身 向上除料 做贯穿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座标系 是在中间这里 所以点 座标系 好 选择right跟 from平面 然后再点下面的底部 然后Z走到朝上 所以Y走做反向就好 好所以第1个题目呢 表面积 近视值多少 质量属性 选新的座标系 来 面积是这里 好第2个呢 Z走是这里 然后第3个 改尺寸 改尺寸分别是 这个的L L1跟L2 还有 R2 R2 好所以这里呢 右键 边请定义 来 这边 L1 改 105 L2 是这里 L2 改 95 L1 R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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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成55 好 来 然后呢 呃 这边 R2 60 R2 好 这边的L3 改15 好 确定 然后这边右键编辑定义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圆 这个圆 R1 改称55 55的 半径55直径就110 啊 啊 打扣 好 Ctrl D 好 所以这个题目告诉我们Z轴 啊 所以一样好Z轴 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是 A B 两点 A B 来 那所以这边 好 点选A Ctrl键按住 点选B 啊 距离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C跟D C是这个点 按住Ctrl键 D是这个点 所以距离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是 207 这边是 我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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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